当前中澳关系面临的严重困难 根源在于澳方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利益 对中国采取贸易歧视性做法而挑起的 责任完全不在中方 澳方把中国描绘成威权国家 但自己却以莫须有的理由 率先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澳5G网络建设 多次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 否决中国企业赴澳投资 对中国驻澳媒体记者进行任意搜查 澳方声称中方破坏规则 但自己却悍然撕毁中澳间的合作协议 肆意破坏两国正常的交流合作 澳方自己得了病 却要让别人吃药 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希望澳方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和中国发展 多做有利于增进两国互信 促进务实合作的事 而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